曼聯上一次捧杯是1617賽季歐霸杯決賽2給人贏 換算成天數是2104日 亦是坦克加執教曼聯之後的第一個冠軍 輝Sir榮休之後 曼聯只有雲高爾、摩連奴和坦克加有冠軍獎盃 馬雲高爾在15-16賽季取得足總盃 摩連奴在16-17賽季取得社區盾、聯賽杯和歐霸杯冠軍 少三個人 坦克加終於是時隔5年0278日之後 又為曼聯增添到聯賽杯冠軍獎盃 雖然是聯賽杯冠軍獎盃 但足以令曼聯的球迷相當興奮 現在是史上第一位獲得英格聯賽杯冠軍的荷蘭主帥 昨天有幾多點 包括卡斯米露 人稱卡斯米露有自帶冠軍屬性 所以你喝卡斯米露,你不要看他這麼貴 當時很多人質疑,有七千萬 他最近參加九次重要的決賽 最終都是獲得冠軍 他就是有這樣的魔力 人稱天生勝利者 去到哪裏就是捧杯去到哪裏 你不要看他笑口誓誓 好像沒什麼傷害性 人稱勢一腰 說笑 昨天晚上有個鏡頭 聖麥斯文原本想好全套方案 如何去招呼雲彼薩卡 雖然雲彼薩卡一路向後退 退出空間出來 退出空間出來做什麼 原來伴虎從天而降 一跳跳出來 站在聖麥斯文面前 哇,聖麥斯文瞬間震腳大亂 好像嚇破膽一樣 左腳翹右腳樓球球 翹了出間 對 你看看那種殺氣 說笑 你猜 氣場 嚇倒了 好像佳叔講故 突然之間一度黑影 殺到聖麥斯文面前 來者不是何人 正是喀斯米勞 嘩,令聖麥斯文 即時破膽 即時倒地 相比之下,劉卡素真是黑仔 劉卡素踢溫布利 原來已經九年敗 是球隊 在這個場地 最長的一個輸球記錄 上一次在溫布利 決賽就是九九年 又正是零比二同一比數 在足總盃決賽 輸了比萬聯 想不到 二十四年之後 即是兩輪之後 又再被萬聯 用同樣的比數擊敗 另外一個焦點人物 另一個是劉卡素的場地 門將卡里奧斯 其實卡里奧斯 也沒有太多彈他的地方 其實他也做好本分 有八次的破舊 贏得掌聲 我失去那兩球球 其實與他的責任不大 沒有什麼關係 唯一現在網上 比較多人抽情他 一件事就是 他昨天晚上 穿的那雙手襪 有點復古 這樣也抽情 對 啡色的手襪 有些人說 這雙手襪是否在二戰的時候 那些戰利品 為何和我爺爺的手套一樣 有些人問他 是否很久沒有踢球 這雙手襪是否去臨時工場作坊 製造出來的 你不要管 總之昨晚也沒有一些 很呆硬的腐乳鏡頭 叫做完成任務 但是對球 昨晚表現出來的質素 真的不如曼聯 因為非戰之罪 相比之下 32歲的迪基雅 就可以完成 他在曼聯第181場的霖峰 成為對史的霖峰次數最多的門將 可喜可賀 以及相應地有很多記錄 最後當然要讚讚坦克加 今天已經有很多朋友 回顧他在執教曼聯之後 做對的事 雖然他開季的時間 帶隊是三連敗 大家都質疑他 可以不可以 這個三連敗 我想回到阿迪達 阿迪達 但是阿仙奴的第一季 又是這樣的 當時有考慮過 炒過魷魚 那時候有呼聲說 不如炒過魷魚 阿仙奴的雍奴 還記不記得我當時怎麼說 我說你炒了阿迪達 你能不能找到另外一個更加適合阿仙奴的雍奴 好 多謝朱小明 送了一個傳戒給我們 IQ仔剛才也送了一個傳戒 多謝 多謝 一開季表現不佳 然後還有斯朗拿道之亂 他又不歸隊 然後又發浪禮 將他剔除出隊之後 當時很多人就說 看看阿嘉 這件事做得對與不對 跟斯朗拿道的擁有很大的爭拗 現在證明你說對不對 其實是很激手 剛剛接手曼聯的時間 要面對種種的困難 包括球隊的成績 包括陣容自己的隊員之間的情緒波動等等 有一系列千頭萬歲的問題 但是最近還是一樣 例如我剛才所說的 簽卡斯米勞 他簽的幾個球員 簽回來的時間 大家都會覺得 你簽他嗎? 艾力森嗎? 卡斯米勞嗎? 最近的韋格賀斯嗎? 但是他買回來 現在逐場逐場用他們 告訴你 他買回來是怎樣用的 買回來我不是被他放在那裡 我是真的 我心目當中有這樣的計劃 是這樣用他的 慢慢慢慢 說服到大家 就是相信他 現在開始 他心目當中 那個陣容的復古 慢慢變成現實 你看到他 再加上現場 現場的指揮 我覺得他昨晚的變陣 是很有前瞻性的 我最欣賞他一件事 就是上半場 他一看到大陸特 搞不行的 姓麥斯文 下半場馬上按雲比薩卡上去 毫不猶疑 毫不猶疑 再加上卡斯米勞 要幫幫雲比薩卡 萬一他的效果都不行的話 你要幫他 卡斯米勞 兩個人招呼姓麥斯文 下半場姓麥斯文 一動都沒有 還有後來 下半場中後段的時間 他把中場全力反撲 全力反撲 完全失勢 他換兩個中場上去 是 搶回中場回來 沒錯 換麥湯米尼 和薩碑沙 換走了韋戈賀斯 換走了 博得差不多 菲特 這些變陣 不到你等的 你一失敗的話 被人追成一比二 你才會再換人詞 他一看到場上有些不妙 他就馬上判斷到 應該換誰去改變現在的戰局 不知道是不是有錦朗 有人說他取過經 不過賽後 費Sir都特意在更衣室裡找到坦勒加 又和他拍照 一起和他獎盃合影 認定他的工作 起碼在費Sir的心目中得到認可 雖然他只是執教了曼聯40場 馬上為曼聯帶來冠軍 所以曼聯官方直接發文 這是官方的認定 不是自媒體的吹水 而是坦勒加的時代開始了 這是曼聯官方的認定 而且你看看他 昨晚 雖然他有少少忘形 畢竟是第一隻獎盃 包括和安東尼 還有誰 還有另一個人 在場邊跳舞 對 對 和利辛到馬天尼斯 對 大家都在阿職士的時候 跳舞 一激動起來 跳舞 也激動了幾秒鐘 其實時間也不太長 但是 雖然他很興奮 但是你看看他馬上冷靜下來 他後來說 說 拿了冠軍可以開香檳慶祝 但是 只有教練和員工才可以喝酒 球員 接下來還有聯賽要踢 所以球員是不可以 不被允許喝酒 哪怕是拿了冠軍 其實他 內心是很冷靜 很清醒的一個人 雖然拿了這杯 但是 今季遠遠 未完 還有三線的作戰要去爭取 所以 開心 還有大戰馬上就會來 接下來的 竹種杯就是韋斯咸 聯賽就會對利物浦 所以 不是慶祝的時候 當然 講到以前萬聯王朝 一些相關的重要人士 對於他家 都紛紛做出一些認可 或者是讚賞 廢除 廢除 昨晚賽後 都與他家合影 另外一眾的萬聯王朝 的一個替造者 譬如說 嘉利仔 譬如說 樹米糕 譬如說 一向都要求很高的堅尼 士高斯 都紛紛出來讚揚他家 嘉利仔甚至說 這麼短時間 已經看到萬聯有一個質地改變 我真的想不到 他想不到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坦克家是可以 搞定這麼多的麻煩 因為他來的時候 萬聯真的千瘡百孔 你現在是被搞定了 這個人 那個管理能力太強了 所以令到一眾 以前萬聯王朝的替造者 都是為之信服 還有敬佩 對於這個人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經歷了這麼多任 在廢Sir退役之後 的萬聯領隊之後 大家終於在坦克家身上 看到了希望 嗯 這件事是 相當重要的一件事 即是 你 未來的路 你是有一個引領者 這件事 對於萬聯等來說 是萬行的一件事 在廢Sir之後 是的 突然間萬聯 似乎是重拾以往的種種 令到我們好像 對這隊球 又重新感受到 它帶給我們的快樂和溫亂 嗯 這種感覺 主要是很久沒有試過 嗯 很久了 來到我們都幾乎 忘記了什麼時候 差不多 是 所以昨晚 只是拿一個聯賽杯 我看到全網 的紅魔 擁擠 都在奔走相告 興奮到很多朋友 都很晚都睡不著 嗯 即是 心情不是只拿這個聯賽杯 而是 重新看到了 紅魔 即是 重上正軌 或者復興的希望 經歷過太多這些 哎 這個來到有沒有希望 原來又失望 這個來到有沒有希望 又失望 即是經歷過太多這些 這樣 唉 不停的循迴循迴 已經令到我們 已經對萬聯的希望 已經消磨得差不多 突然有個坦克家出來 令到我們重新有希望 你可以體會到我們 萬聯擁等的心情 是的 朋友說摩佬第一年都幾冠 但是呢 我覺得摩佬和坦克家 又有一點不同 即是你看回 今天我看他賽後的一個訪問 講回當初為什麼選擇萬聯 他老實說 或者 接受這份工是有點冒險 但是他是 有點固執的 他那份人是很固執的 他說我只是愛萬聯 他說到這件事 摩佬 來了萬聯五多年 他有沒有提過這個字眼 我覺得摩佬就是一個職業的打工人 他就是打工皇帝 他就是受理薪水 然後交功課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 坦克家說 他是愛萬聯 他說當我看到我們的球衣 當我看到和球迷的邊界 當我看到奧脫福 當我看到 阿費雀爺 樓下的遺產 以及在萬聯培養出來的 眾多優秀球員 我會留下深刻印象 這支球隊是希望創造自己的歷史 和遺產 所以當這個機會到來的時候 他自己認為是適合他的俱樂部 嘩 這件事我覺得 真是好 等於一個女人 她喜歡你 她不是為了錢 她不是為了所有功名利錄的東西 她是真愛 她是喜歡我的氣質 我的邊界 我的底韻 她是喜歡這些精神層面的東西 她不是只是很物質 我喜歡你一年 幾十萬收入 有池水 有豪車 不是這些 她是喜歡萬聯的內核 這些才是真愛 無論是男人對女人 或者是女人對男人 說出這番說話 都想死對方 融化了給你 對吧 所以我剛才回應 我剛才說的那個話題 從董明珠事件裏 再看坦克家 對萬聯 我覺得這個人間是有真愛 突然之間 一個比十個點題 又多精妙 你以為我們隨口說 大隻說 有回應 你問問摩連奴 可能她答不出 摩連奴 你愛不愛萬聯 這個時間我們不要說這些 不要說愛不愛這些 這個時候 做吧 如果沒有就做 如果有更要做 但他反而是做完之後 怕阿諾走人 那些人 對 阿諾就是 你看看他 教這麼多間大會 他從來沒有 好像阿坦克家 那樣傾訴自己的 那種內心的心事 還有阿坦克家來到的時間 大家回想起 回到剛剛阿坦克家來到 沒有幾個月 半年都未到 你想想他來的時間 萬聯是多少矛盾 那樣那樣 工資又高 又亂簽人 斯朗娜道又說 不滿意對波 怎樣怎樣 之前才跟阿蘭力克 糟糕 他有力道 究竟跟斯朗娜道相處得怎樣 果然相處得不好 那樣那樣 多少批評的聲音 多少內憂外患 但是他在這幾個月的時間裏面 真真正正是處理到他 和高層之間的關係 還有是 將整隊萬聯的內部 真是用回那個說話 刮骨療毒 將所有的秩序 去 厘清或者重新掌握那個秩序 走回到正軌 所以這幾個月 你看到萬聯是慢慢正常化 運作是叫做穩定下來 不要說之前那幾人領隊 是很混亂當中去度過的 是啊 還有他昨天還說到 贏得獎盃 這件事 他真是一個很冷靜很清醒的人 他說獎盃表明我們走到一條好的道路上 一個好的方向 這是第一個獎盃 現在是二月份 這個表明我們正是向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這個是激勵和動力 但是我們不滿足 因為這件事會導致懶惰 當你變得懶惰的時候 你就不會再贏得比賽 也不會再贏得獎盃 即是二月份 你已經拿了一隻盃 但是現在 不是慶祝或者開心的時候 因為如果你一滿足的話 你就會懶惰 一懶惰 你接下來就沒有辦法贏 沒有獎盃 沒有獎盃 很多人 我相信很多萬聯等 對於坦加去到二月份 拿到的成績已經相當滿意 大家都說收貨 就算是這樣 今年就只有這隻獎盃 我們都收貨了 但是坦加心目中 他不是的 我看他對萬聯的愛 他絕對不會滿足於 只獲得一個聯賽杯的冠軍 或者是滿足於現在的成績 你看看昨晚 開賽後的記者會 他答完所有記者問的時候 他拿了一杯去 他答完之後會拿一杯去 他忘了拿 記者提醒他 譚先生 不要緊 放下也無所謂 反正我馬上會贏第二個 第二個接下來的 會不會這些 細枝末節的事情 都看得到 在坦加心目中 其實這隻獎盃 真的不太重要 只是一個起碟 對 永遠都是下一隻獎盃 會更加重要 會不會是這樣 這些事情 你都不要說 不能夠說明問題 這些所謂的 我們所說的一些微表情 細微的動作 可能隨時透露到 他內心真實的想法 嗯 有些朋友說 Soby都說 你要我拿亞軍 又不見你們稱讚我 分別就在於 不是說拿什麼成績 或者你的聯賽最後是什麼排位 而是說 那個領隊在位的時間 你對球的氣氛是怎樣 嗯 你是很有秩序 扶扶扶扶扶扶扶 拿冠軍又是一回事 你是很有秩序 你看到每一場球 很踏實的 拿成績又是一回事 分別就在這裏 蘇斯克查我覺得 他都還沒有解決這對球 是嗎 看阿加就慢慢一步一步 將自己的管理理念 去灌輸入曼聯 令到曼聯成為他管治之下 井井有條的曼聯 他現在是一步一步做這件事 是 而現在看到曼聯 真的按照他的方式 按照他的理念 慢慢走上正軌 是 分別就在於這裏 不單是 不單是愛這麼簡單 他有自己的實力和方法 如果單純說 因為他愛曼聯 所以他就能夠成功 他就成為一個時代的開始 那不是這麼簡單 就是 愛很多教練都愛 但是 剛才說起和摩佬的區別 說到這件事 就是跟大家說一下 是的 我打個不合當的比喻 大家經營一間小食店 才算 要想辦法把這間小食店 從生意不好 變成生意好的 一個就是選擇 請一班人回來 短時間之內 坐滿這間小食店 而另一個就是 做很多宣傳 逐步逐步 提升自己的食物質素 慢慢的客人自己來 分別就在於這樣 大家都能夠交到功課 你可以這樣說 譬如說前者 就是蘇七克茶 他是短時間之內 找一班人回來 去做拖 我都很好生意 全個業績排第二 同區業績 在美團方面的評分都排第二高 還是你慢慢的 慢慢做很多宣傳 告訴街坊 我們現在師傅又提升了 廚房又乾淨了 食物質素又提升了 又裝修過 慢慢讓食客感受到 你那間小食店 真的不錯 又好吃 招呼又周到 慢慢的生意來了 分別是這樣 而坦克加就告訴你 他在短時間之內 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方法 令到這間小食店 很好生意 嗯嗯嗯嗯嗯嗯 好 新的CEO都很重要 他就說 管理層全面放權 給坦克加其他教練 沒有得給的 那我就 這方面就不特別了解 究竟 到底 坦克加在管理層方面 拿到的權利有多大 還有 它是不是真真正正 所有的華視權 這些東西就不太了解 不過呢 我估計 因為體育家的勢,哪怕管理層放拳,也有足夠的理據 因為很放心,真的可以做到事情 有些朋友說,體育家善於與球員溝通 我覺得這件事都是他的能力之一 我們前幾天節目都說過這件事 因為他可以做到一碗水端平,是令球員很服他 除了與球員的溝通之外,我們之前說過 哪怕是格林悟特做了錯事 現在終於沒有被起訴,一個自然人 都會主動打電話給他,主動打電話給格林悟特 跟他溝通,我想格林悟特會哭 如果收到這個電話 如果他是一個有良心,有良知的人 還是喜歡曼聯利亞菲律部 嘩,主教練主動打電話 在他亡亡如喪家之犬的狀態下 能夠主動打電話 然後問你到底有什麼想法 有沒有想著要留下來是怎樣 要面對怎樣的壓力 有沒有做好準備 尤其是我在想這些溝通 到底說了什麼 我不知道 我估計 他主動打電話給格林悟特 就是仍然對他有期望 否則不用理會 證明 證明 坦克家對於旗下的球員 或者對於身邊的人 他是有自己的一套 包括他說到阿費Sir 他說和阿費Sir共進晚餐 可以在費Sir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說到費Sir是我們所有人的靈感 很榮幸他能夠和我分享我的想法 討論足球 討論他如何領導更衣室 球隊和戰略 我們認為是一個很謙虛的人 善於從一些長者 從一些殿堂的人身上學習經驗 然後對下面的人 對周圍的人 亦都是這樣處事的原則 我覺得他的成功非偶然 大家記不記得 他有一場球是曼聯輸了 然後發現跑動的距離 大大落後於對手 第二天就罰跑曼聯全隊的球員 他不是自己罰跑的 他自己跑了一份 他是這樣 講回斯朗牙道 不要說我針對斯朗牙道 坦克加最後跟他沒有辦法再合作 曼聯要跟斯朗牙道解約 其實在跟斯朗牙道解約之前 坦克加也有幾次釋出過善意 只要斯朗牙道肯配合 大家一起合作 大家同聲同氣的話 是可以合作的 但斯朗牙道似乎沒有面子給他 他首先抹面子 當你再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 你首先把曼聯內部的問題 攻諸於公眾面前 其實這是沒有安全的 再之前 有人問他為何不派斯朗牙道上場 他說這場球這樣慘敗 斯朗牙道這些電堂交易球員 是否不應該出現的 到後來再隔兩場之後 他也給斯朗牙道上場 他不停釋出善意 不停在公眾面前 在媒體面前去維護 大家應該有的關係 保持大家的體面 我覺得他在斯朗這件事 表現出來的態度 真的做得好 可以用四個字形容 是不卑不狂 但問題是斯朗牙道似乎是不服他這套 對 因為斯朗是一個很自我的人 當然我們祝福他在沙特 能夠繼續他的職業生涯 以及繼續發光發亮 這件事是沒有衝突 我覺得一別兩歡 大家各自安好 我覺得不錯 現在的結果是很好 斯朗牙道是不 帶動起亞洲足球的關注度 豈有此理 連我們抖音幾多個直播室都在播沙特聯賽 我覺得這件事 估計物論自己的想法是怎樣 但他帶動出來的客觀效果就是這樣 你看 現在有調查說歐洲聯賽的關注度 都因為斯朗的離開而低了 西甲都不如沙特聯賽 對 大家都好 大家都好 既然你都不願意留在曼聯 此處不留耶自有留耶處 令蜜高之 這邊 反而坦加也少了一個制爪的因素 我覺得大家互相放開了大家 然後大家都得到他們應有的利益 是兩全其美的 還有我覺得坦加也是一個心理諮詢師 你看他有幾位球員 其實在他來到之前 狀態都是很低迷的 但他逐漸通過自己的調教 心靈輔導 大家數一下今季 抹化了幾位狀態低迷的曼聯球員 對 大洛特 雲比撒加 新組 很多個 包括 官費 只有馬古尼 其實拉蘇福特也是 也是 也是在季前給他很多鼓勵 告訴他 你是可以一季入到二十幾三十球的人 是給他足夠信心 他是一個 就是 我看你最近運運運惡惡 還有好像眼超超看著我 但我不會直接跟你反面 我會問你究竟什麼事 大家還可不可以合作 如果是三番四次都這樣問你 你還是裝了講 那沒辦法 大家不能合作 師傅說真的一便兩歡 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 不過韋賀何師也是 你感覺上 一位年過三十的長腿老將 昨晚那種的努力 那種的積極 是令人感動的 即是 已經是 職業生涯是夏波羅 也沒有豪門去邀請 突然間 在加加伸出友誼之手 叫你過來 喂 租你過來 幫幫忙 這樣 想不到 你一過來 收獲到第一個的錦標 你看韋賀何師 我留意到他在一個鏡頭 他是蹲了向地 蹲了向地 眼光好像很空靈 目視前方 我猜他在那裡 會有些人生的感觸 阿叔沙下 臭老 小猜不到 是因為租借到一隊的球隊 最後收獲到一個錦標 這個人生真是有多奇幻 上一次他踢班尼 踢英超 不成功 我覺得他鼓著一口氣 而且他很渴望踢大會 所以坦克加給他一個機會 現在是去到 職業生涯的中後期 都有機會讓他踢萬聯 他一定跟你玩命地拼 有些朋友在做一陣子 我記得兩個星期前 大家說衛教學師可以走 其實我昨晚在廣播的時間 我都說 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很善於去觀察每一位球員的屬性 當他一開始放在這個位置 這位球員不行的時候 他馬上轉一種用法 令到這位球員可以發揮到他最大的功能 是 不排除 我想十個穿九個半 甚至十個穿十個穿十一個 都是這樣認為 你買這個衛教學師回來 就是頂正中鋒的位置 但是用了幾場球之後 也確實他不行 那時候我就告訴大家 以他的把握能力 以及他踢正中鋒的位置 是不足以承擔萬聯 這個正中鋒的工作任務 所以他可以走 還有那時候剛剛來到 和對球是完全不配合的 他好像獨立一個人在前面喪跑 但是後來 大家想事情要轉一下球 要觀察每一場球的變化 坦克家 對他的用法改變了 明知道他在前面和對抗是不行的 他第一回合 對巴塞羅拿的時間 六次對抗全部都輸了 對巴塞 還有幾場英超都一樣 九次對抗 有八次都輸了 不是一次半次 每次都是這樣 而唯一 坦克家發現到他一件事 他手長腳長 中二撞頭埋牆 又跑得 你和我爽跑了 大家都以為你正中鋒 你不要理他 你踢10號位 等巴塘法蘭迪斯走到右手邊 你就和我在中場又開 這個效果可以 就不發揮他這個功能 其實就是如他踢60-70分鐘 這個人就是 你就和我跑了 其實他是 你昨天換人的時間 我為什麼說對位換人呢 換兩個防空中場上去 就換走這個韋格鵝斯 其中一個 就是因為對位 他就是其實發揮的作用 最主要就是防空中場的作用 他就是 覆蓋範圍很大 可以在對方禁區裡頭 或者可以回到自己禁區前沿 去做防禁 一位防守型中鋒 最大的優點就是他聽話 他肯為坦克家賣命 現在坦克家現在 現有的萬聯人手裡 在他心目當中的這群球員 沒有一個是廢的球員 個個都有用 這下不行 他就會換一種方式 這個位置放不正確 下一個位置他可能正確 他會這樣嘗試 他很善於觀察這件事 包括 養了一個十個位置 那麼坦克弗菲蘭迪斯 坦克弗菲蘭迪斯 二位在右手邊更好 這個 這樣的臨時調動 將韋格鵝斯 退後半格 是令到很多球隊 嘩 這個大隻佬 原來是這樣用的 他不是說 頭脫高點入球那些 他過來是 那一場過來撩我的 過了他的三步 隔兩步就追回 他是這樣用的 這件事我覺得 真的 不只是我 不用抽證我 你這群朋友 如果你兩個星期之前 告訴我 韋格鵝斯 將會這樣用的 你判斷到 我佩服你 你可以抽證我 但是 當所有人都覺得 韋格鵝斯來到 是踢這個 替補正中鋒的位置 那時候 早幾場 事實上是不行 那時候我判斷韋格鵝斯 可以走得了 是一個當時期正確的判斷 但是事情不斷地在起變化 你不能夠想問題 或者看問題 是一成不變的 現在 坦克鵝斯 就是另外一種用法 是用活了韋格鵝斯 都是知遇之恩 我覺得 你看韋格鵝斯 不適力的奔跑 包括萬聯全隊的精神面貌 大家都是 這裏出了漏洞 那裏附近的球員 馬上埋去 跑多兩步 補回個位置 這件事 我想柳卡蘇的球員 會有很直觀的感受 為什麼踢極都是紅衣的人 過極過不完 尤其是這個姓默斯文 他又難扭 把拳獸隊 扭來扭去發現 前面還有人 扭極都過極都過不完 就是夠積極 尤其是下半場 上半場達洛特的速度 或者轉身 不夠姓默斯文 還有一件事 安東尼這套契題 不回來 還有上半場 沒有吩咐卡斯米露 去幫一幫達洛特的位置 經常就是達洛特 被人過不過 後面最多 就有個華爾尼 後來發現達洛特 拿了裝王牌之後 不行 卡斯米露也要幫幫他 而且真的鬥不過姓默斯文 下半場即時換了 再叫雲比撒卡上來 再叫卡斯米露 多點幫他 按東尼就如他不回來 這套契頭 如他不回來 所以下半場 你看整隊球 打得越來越積極 我形容為 用其人之道 還是其人之身 你劉卡斯 你賀維 防守很厲害 我就用回我的防守 去跟你鬥防守 結果 你搞不定我的防線 我搞得定你的防線 就贏你2比0 好 那些朋友說要講一下 利辛道馬天尼斯 這個中堅的組合 是完美的了 我昨天說過 是世界盃決賽的兩個中堅 這個組合和利辛道馬天尼斯 是阿姆斯特丹屠 是阿姆斯特丹屠 他的戰鬥屬性 是很強的 你不要看他身材 只有1米75 但他跳頂 他不輸蝕給你的 大家空中那種對抗 他真的不輸蝕 人家整份飛過去 昨天是誰飛過去 舒雅 舒雅飛過去 因為高他10公分的一個人 這樣撞過來 大家空中對抗 他真的不輸蝕 大家最多都是 這個講求核心力量 還有就是你不要以為矮仔 頂高波一定輸 要看那個提前的判點 他的判點非常漂亮 我覺得他和華爾尼 華爾尼雖然速率現在慢了一點 但是兩個人的路數 都是非常好的 還有兩個人的分工協作 和兩個人的協防 這個必然是現在萬聯最佳 中圍的組合 是的 再加上有卡斯米勞 這個跌三角真的沒得定 真的 未來可以繼續期待 但阿加現在 他用慣用熟的那群球員 就是他覺得 已經擺對位置的那群人 有些未擺對位置 或者未找到 使用他 可以發揮到 最大功能的方法的時候 他就先將他擺在後備席 譬如說 新組 加拿組 甚至乎馬古尼 連迪勞夫 這些 我未知道用什麼方法 可以刺激到他 回復最佳狀態 或者表現出最高的水準 所以我先將他擺在一起 有些如果三番四次都試他 他真正是 發揮不到以前的水平的話 可能就會對他進行放棄 所以馬古尼便離開 到了季尾的時間 但是我覺得 真的很懂得做人 最後換了馬古尼像 這個純粹是人情方面的換人 純粹是打這個人情派 你看看最後捧杯 馬古尼 我後來看了 因為在等著上傳那個 百度網盤 我後來看了捧杯的過程 班奴·法蘭迪斯 和馬古尼 一左一右去舉起這個獎 兩個隊長 一起去捧杯 這些就是會做 好看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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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去玩一下 那時候誰上去 其實你換上去 我覺得萬聯都不會輸 對不對 馬古尼是 你看回他上去 是亡亂的 但是你不影響大局 你自己亂一下 沒有所謂 最後那一下衝腸出來 都挺誇張的 但是呢 對於一位球員 他的心裡頭 他會感激 真是這個好東西 最後都給我 這個老隊長 相對最後一起捧杯 這些就是實現了 人間的大磨蟹 所以這些就是 挑通眼眉 這些 情傷是很高的 一個人 如果是 但凡每一個 懂得感恩的人 你都會感受到 那種溫暖 有些朋友說 一換上帝哥的話 會不會覺得 最後幾分鐘才換我 是不是玩夠我的 有些人是會這樣 馬古尼不知多開心 你換他上去 他覺得是一種獎勵 一上去 又指手滑腳 這個他站在那裡 那個站在那裡 這樣 我都說他引領全隊 去踢好最後幾分鐘 也都是確保最後 榜杯的關鍵幾分鐘 還有 我初步懷疑 他已經練榜杯 練了幾個星期了 然後那些隊友 就頭惡惡 當聽不到就行了 他這傢伙 他純粹上來插球打雲 很多朋友 讚萬聯氣氛 真是好 萬聯氛圍 不錯的 真的 不過都沉積了很久 大家 萬聯以外的球迷 理解一下 整個五年六年的時間 張家輝說 你知道我這六年怎麼過的嗎 你知道嗎 當我們被理由普大炒的時候 連T-Sun都出賣在我們面前 養那件T-Sun的時間 你知道我什麼感受嗎 閉嘴 你是普 那位朋友閉嘴 哎 真是我們 在那間什麼 餐巴 部落餐巴 那陣子 那陣子 哎 都很慘 所以我們拿一隻聯賽杯 得我們張揚下都很應該 所以做人的事 難保 不會有什麼三衰六王 有風就不要用盡理 有時候就 一個這樣的道理 一票少了 巴士叫我們讚一下卡利路斯 讚了啦 上半拍 不錯啊 這場球有八次的復救 對呀 後來說他得分不錯 有些網站還要打他 是全場最高分 對呀 如果算到一場球有八次撲救 算是這樣的 對呀 石上紐卡蘇利亞 他是不是踢得很差呢 昨晚那場球其實也不是的 不過 在賽後和賀維做的一個專訪 評價到比賽本身 賀維都說 雖然對賽果是失望的 但對表現是滿意的 在攻防兩端都覺得 已經做得很出色 不過在禁區內 是決定比賽輸贏的 今天 他們的球隊 未能在防守上 把握很關鍵的時刻 機會也不多 但是沒有遺憾 這個也很值得尊重的位主教練 是 雖然他是執移攤才教劉卡蘇利亞 如果紐卡蘇真的像當日那樣傳聞 把摩連奴帶過來紐卡蘇 他一定肆意去簽人 如果我作為紐卡蘇的老闆 剛剛初到紐卡蘇 我覺得是喜歡何惟這些打工仔 幫他去調校對球 很善於打造一個陣容 是 打造一個屬於現在紐卡蘇正適用的整體 但是大家須記得 去年的這個時候 其實紐卡蘇正在喊救命補組 一年的時間 今時今日的紐卡蘇已經是爭杯 或者聯賽是爭前四的球隊 你看看這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麼 也不見得紐卡蘇是大灑金錢 如河地輝沒有支票簿 沒有這些情況 全部買了 都是實而不華 千多萬那類質素的球員 但他能夠組合出來 其實效果是相當之好 相當有戰鬥力的一隊球 紐卡蘇昨晚實力方面 差一點 是這樣去落敗 但我覺得這隊球真的衰敗不辱 我覺得以他的表現 昨晚他已經是傾盡所能 昨晚的表現 萬聯也不是很多機會 只是把握能力好 以及踢出一個很高效的戰鬥 如果是比起其他球隊 看過紐卡蘇昨晚的表現 你也不敢說 下一次對紐卡蘇有必勝的把握 是啊 如果真真正正 你說特別巨星的球員 其實紐卡蘇是沒有的 包括最核心的那個 古馬雷斯 其實在巴西 他還未排得上號 即是巴西國一隊 他還未排得上號 但他真的好球 他是好球 這個是好球 這個未來可期 我估計 看看紐卡蘇 不過紐卡蘇現在財大氣粗 就不需要靠買人 這個的身價 我覺得起碼五千萬磅以上 他一定會再買人 你放心 現在陣中的 我覺得祖靈頓 那些要慢慢更新半代 踢來踢去後來後上 那些還是職格門飛 是啊 哥林威爾順 但我覺得他一步一步來 做得非常好 如果一來到 你再肆意揮動支票簿 去不斷簽人 那時候 李沙特財團入主流卡蘇 現在很多隊伍反對 你再這樣似細靈人 是會令到整個業界排斥你的 所以這樣起步是對的 找一個務實的賀為回來 慢慢一步一步 從便宜的執起 再慢慢來 到了你有成績的時間 我已經是去到 Big Six 或者Big Seven 行列的時候 我再揮動支票簿 去簽一些大牌球星 那你就不怪得我 我因為他踢那個級數的賽事 我要簽那個級數的球員 但你一來到就說 我有錢 這些如果在西方的 尤其是在英格蘭的保護主義 這麼嚴重的社會裡面 你一來到就說 我有錢你吹嗎 是很犯人憎憎的 很犯眾憎憎的 是 所以我覺得 找到何維帆 這樣去砌隊 慢慢 現在有機會 去規探一下前四的位置 一步一步 是非常之好 進入英超世界的一個做法 一個節奏 昨天努卡素 看看最後的成績單是怎樣 我看 哪怕是 最後可能拿不到前四 也好 努卡素 可以說也是經歷了一個成功的賽季 還有一件事 今天朋友都說 C朗拿道有沒有機會 拿這個獎牌 冠軍的獎牌 會不會預計他一份呢 今天我看回 曼徹斯特曼報的解讀 他就說 聯賽本的主辦方 英格蘭的足球聯盟 對獎牌的授語 是有這個規定的 就說 在決賽贏球那一隊 那個俱樂部 就會有三十件的紀念品 即是三十件的金牌 輸球那一隊 也有三十份的紀念品 即是銀牌 也有獎牌 如果你是需要額外 譬如說 我三十個不夠分 可不可以給多兩件 這個費用 就由 提出的俱樂部自己承擔 但曼聯不需要 因為曼聯報名單 也有27個 也有27個 球員是代表俱樂部 踢了聯賽杯 其實還可以剩下的 但施朗今季沒有代表曼聯 踢過聯賽杯 但如果實在要給施朗 因為你有30件 你27件 你還剩下三件 你要給他一件 也不是說不可以的 另外就是之前我們說過 杜貝尼基的問題 杜貝尼基是可以拿一面獎牌 他有上過場的 對 他有兩度的出場 代表曼聯 只不過是一月份的時間 被劉卡數召回了 但如果被劉卡數召回了 亦都是說得通 可以說是情理之中 亦都實至名歸 當然 今天我看到一些評論 尤其是熊摩登 有些上頭的 就說 不如賽季完結之後 草籌四個 就一起省下油費 這樣就明顯囂張了 即是一次過寄給別人 是的 四個就誇張了些 希望再有 現在已經有一個在手的情況 看看加茲基也說 第二個獎盃就正在來 以在路上 我們希望 誰最接近 你說是歐霸盃 或是捉獎盃 聯賽難度是最高的 歐霸盃就16強 對貝迪斯也激手 大家都怕我們稱讚奶 毒奶的話 會不會就是這個 和聯賽前四 也不出奇 如果再有歐霸盃的難度大 只是捉獎盃的難度大 也很難說 其實差不多 現在曼聯賽是頂頭大熱的 捉獎盃 不是這個歐霸盃 我覺得歐霸盃的難度大些 因為十六強馬上開球 再加上小組投名出線 其實也有幾隊的強隊 阿瑜哥就說 跟上季紅軍一樣 曼聯好夜晚的冠軍 不是 做不到上季紅軍的成績 上季紅軍是亞軍 然後兩個國內的錦標 兩個國內錦標 應該做不到 不一定行 現在還是有希望 但是不一定行 我就會告誡曼聯 萬一有機會參加下季的四驅盾 絕不能拿四驅盾 好危險 四驅盾真的是毒藥 聯賽等對手犯錯 你要等兩個對手一起犯錯 這個難度是有點高的 好 昨晚這場球大家會覺得開心過癮 大家可能多馬聯等 自己對手贏 另外一件事當然是我們的直播 第三件事就是 在這場球開球之前 真的沒有對比沒有傷害 你看了一場倫敦打比 你會覺得這場球很棒 那場熱刺對車路士 大家可能有些不幸的 就看到了一場 這場球完全是為接下來這場球 做了一個控托 真的 這些倫敦打比 真是不體惡霸 不過跟大家插一句 在B站那方面 現在已經有 我們昨晚全場的六波看了 是 放了上去 剛剛發了給我 昨晚如果沒有看我們直播的話 就可以重溫這場比賽 是 上B站 手看壇先鋒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房間 然後就 全場的兩小時 足本的錄影 大家可以看 昨晚我覺得直播 無論是聲音 畫面各方面都可以 對 現場的氣氛相當好 好像有一種 自身去到現場的感覺 百萬七千多人 現場 是 誇張到這樣 雖然我們在直播間說 但原資訊號 給過來 究竟現場的氣氛 是怎樣 給到我們現場的聲音 又是怎樣 是很影響到我們 當場的解說的發揮 這件事可能大家不知道 但是昨晚給到過來的話 現場 尤其是還未開球 已經弄了大輪 兩邊球迷 不停地唱歌 然後小提琴的暖場 之類 還有大幅球員的造型 做成兩個箭頭 對著中間的獎杯 針鋒相對 賽前大戰氣氛的圈染 做得非常好